高雄有一辆大货车载着大批的钢铁要到气泡区做香含工程 但是在经过了鸟松路以及美庄路的时候 疑似这个绳索被树枝勾到松脱了 结果车上的钢板飞了下来还砸死了一名女骑士 车祸现场一大片钢铁掉落地面 汽车骑士盖上白布已经死亡 警方在现场小心踩正要厘清造势责任 上午8点多这辆大货车经过高雄鸟松美庄路时 疑似捆钢板的铁绳被树枝勾到松脱 结果车内十几片钢板固定不住 其中一片钢板飞了出去 当时一名机车女骑士经过 钢板从天而降当场被压死 五十几岁的富人来不及送医就已经死亡 警方表示钢板将近有一顿重 肇事驾驶到底有没违规 警方还要再调查 记者吴国珍 陈卫军 高雄报道